大家好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來這個 駭客雲集的台灣駭客年會 我是看法文文基金會的李柏鋒 那我們這次主要是講公共疫情與飲食保護 那首先跟各位介紹今天的禦談人 行政院資訊知識通安全署簡宏偉處長 請大家掌聲鼓勵 謝謝 檢處長目前就是資通安全署 他之前也在國發會的資管處長 很資深的長官 感謝他撥空來參加我們這個會議 第二位是衛福部資訊處龐一鳴處長 龐處長也是很資深的衛福部長官 他專長是流行病血醫院管理 衛生資訊 健康保險支付等等 然後接下來我們介紹 疾病管治署劉宇倫醫師 謝謝 劉醫師是那個 為福部疾病管治署的 防疫醫師 他之前曾擔任急診醫師 對資訊技術應用於防疫充滿興趣 那要特別介紹防疫醫師 是在SARS之後建立的制度 那這醫師 犧牲了他 臨床上比較優惡的 的薪資 來擔任第一任的防疫人員 那有人形容 有文章形容他們是那個疾病診探 所以這次大家可以 從SARS那一次跟這一次的COVID-19 大家可以知道他們的地線的辛苦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是Sherry中 那個中晚家 Sherry他是那個 MITEDA台灣的秘書長 Sherry他之前是 研究經濟體定序的 他同時也是一個 數據公司 第一 數據公司的共同產品 哪一家公司 哪一家公司 DT42 DT42的共同產品 那MITEDA台灣HUB是 MITEDA Global的一個正式分析 他就是希望能夠 促進台灣 能夠了解 了解 MITEDA 促進大家對MITEDA的認識 以及了解 DATA的自主控制權 這樣子 欸 再下一張 對不起 再下一張 沒有 沒有跑過去 那我們這 OK 我們這一次的武漢肺炎 來得又快又急 這是我們的防疫成功 從各類資訊 基礎的 的 的匯整起來實在是功不可沒 從入境一開始 我們大家就會填一個電子錶單 然後 也有時候會發防疫手機 後來防疫手機不夠用了 那就開始用一些電子為禮 最後有時候 那時候郵輪的事情 又用了基地台足跡 然後到了口罩分配 入住境資料 職業別的足跡 就是說 有些人他是 比如他是高風險的醫事人員 或者是 居家 居家照護的 照護者 那這些職業別的註記 我們可以討論的議題很多 不過我們今天可能先集中在 健保資訊系統 跟本市防疫的角色 這個就是大致的圖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一入境就有很多的資料 開始被收集這樣子 然後 比較有名的 都有寫成paper 那其中就是 還有那個下面是記憶台管制的部分 記憶台 記憶台那個 定位的部分 那 為了方便我們後面的討論 我簡單講一下 那個目前健保資訊的架構 我們 左方 左方方是 我們健保資訊的server這樣子 那我們的所有的醫療資訊 醫療院所向右上方 跟左下方的診所啊 他們會跟健保資料庫連結在一起 那我們行內的人都講這叫健保VPN 不過這個VPN並不是真的走在Internet上的tunnel 不是真的架一個VPN server進去健保 那個衛福部要求我們 每個診所跟醫院都要自己接一條專線 接到健保局的server 所以我們 又一條會接到健保局的server 然後又一條我們會自己去走到 右下角走到Internet這樣子 那 當然這樣實體上是比較安全一點點 不過這有一個小小缺點就是說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EVTN裡面很安全 所以在裡面常常有時候 很久以前就是 病毒啊 所以傳來傳去 當然現在大家風險意識比較高了 所以EVTN的東西裡面也不會完全相信 所以裡面現在是相對安全 那外面的話 大家可能知道我們口罩配給 還有我們口罩登記 就是利用右邊的APP 然後透過Internet再連到 衛福部的server裡面 那延續這個架構 那就是要請問我們那個 處長 檢處長 之前啊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 我們之前講了很多收集的資料 然後這些資料是批次傳到健保局的server裡面去 就是我們右上角那一塊 那有些利委蠻關心的 所以 他是有一個附帶決議 要求說 可不可以直接資料刪掉或去連結 想要請問一下檢處長 目前這個狀況怎麼樣 各位好 我這邊大概分幾段來講 第一個是在附帶決議的部分 那我們在八月初的時候 那就以行政院 擔案處的一個名義 寒問給各機關 各縣市政府 那請他們做盤點 盤點什麼呢 我們其實有設計一個 蠻細的一個表格 就是請各機關盤點在防疫期間 不是基於他本身業務執長 而另外蒐集的資料 我們要他盤點出來 那盤點的這些資料包括什麼呢 包括檔案 資料庫 那還有像這個列印出來的等等 那甚至還包括到系統的部分 我們都請他盤點 那盤點以後寄回來給我們 就是以正式的公文 含報回來給我們 那我們以這個為基準 那我們會要求他們在 時間過了以後他必須要刪除 那所謂時間過了是代表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以這個 手機定位資訊 其實手機定位資訊 是在他居家檢疫 跟居家隔離的14天之內 那我們這邊會去看 他是不是要跑出這個圍離 所以只要他的檢疫的期間 或是隔離期間 滿了以後 那這個資料我們就會刪掉 所以其實每一個 會有他的一個時間在 那就我所知 在健保署這一邊 在尤其從大概4月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就開始要求他 在印象中是必須要刪除 從那一天開始往前28天的一個資料 那健保署這邊也都開始有在這樣子做 所以其實雖然立法院的附帶決議是說 疫情結束以後開始刪 但是贊助這邊已經從現在開始就已經要求各部會盤點之後呢 他要寫上他的原來收集的日期 然後在這個日期到就是他的有效期一到 他立刻就得刪除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在做刪除的這個動作 那這邊是跟各位做一個分享我們現在目前的一個進度 謝謝 那跟各位提醒一下 就是那個大會方面有準備slide 所以如果大家對講者有任何提議的話 可以去上那個議程網站 他點進去有個slide可以馬上提問 或者大家直接舉手 按我們也可以馬上問 那就是順著這個話題再問一下就是說 其實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我們個人有查詢更正刪除的權利 所以刪除的是國家主動幫我們刪除 我覺得這樣很棒 只是說像前一陣子有些人未出國嘛 結果他就被登記成是出國資料 他好像是上了報紙以後才把他改回來 那是不是有可能有這個機會 我們就是讓我們個人能夠去查詢 我們哪些資料被儲存了 那來申請更正是不是有這個機會這樣子 這個部分不好意思 我這邊沒有辦法說一定有或一定沒有 因為這個我要回去看一下他們當初儲存的部分 那但是基本上我是認為說 只要是屬於民眾自己本身的資料 應該都可以查自己的 那這個部分我再回去問一下他們 謝謝 那只是說 那接下來就是說 因為將來國家會規劃TRO的嘛 那我們知道現在的入境資料是批次傳過去那個衛福部 然後還會有一點點時間差 然後是批次傳的 那將來有規劃正式從TRO走過去嗎 至少在現在來講 我們這邊沒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站在我們的立場 為什麼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這次入境的資料傳到健保署 這個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它並不是一個常態性的 所以其實從政府的角度來講 各機關本於它的執掌收集它的資料 那其實政府也有相關的規定就是 其實是限制機關 你不能因為自己的一個需求去做跨機關 非基於執掌的傳送 那我覺得這一點其實在政府這邊其實踩得很緊 那以這次來講 各位會看到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些資料會互傳 那也都是有法源的一個依據 我們才可以這麼做 所以這個不會變成常態 那這邊是我這一邊針對這個部分 我的認知還有我們自己的定義是這樣子 我這邊又想到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說我一直有一個聽說一個說法 就是剛剛檢處長講的 就是說我們跨部會的資料不能隨便傳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是哪個法律有這個架構說 跨部會的資料不能隨便傳 就是內規這樣子 它並沒有一個法律說你資料不能這樣傳 但是其實它適用到每一個機關 也就是說我們這樣講 每一個機關它要蒐集資料 一定是有它的法律授權 比如說內政部的護證 它蒐集護證資料 是因為有護證相關的法規 那衛福部也是一樣 它蒐集資料 健保這邊蒐集資料 是因為有健保的法規 那所以如果今天一個機關 它要用不屬於它業務執長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資料的提供機關它會去查核 你是不是有這個需求 你是不是符合法規 所以其實每個部會對於這個法規 其實都抓得很緊 那坦白說 在之前沒有疫情之前 很多人會抱怨說 政府明明都有資料 為什麼不能互相連結 那不用民眾再提供資料 那為什麼不能讓政府的資料 彼此連結以後提供更好的服務 那其實這就是我剛才的一個看法 也是我剛才的一個認知裡邊 就算政府有這些資料 但是因為基於業務執長 或是它並沒有授權可以去使用的時候 其實資料的收集機關 它會採得很緊 它不會提供的 那龐聖長這邊要補充 對我這個可以稍微來補充一下 就以那個護證為例 護證為例 我們會需要像護證用 我們譬如說健保要查身分 還有很多那個長照啊 甚至那個生臟 年紀親俗啊 是不是 確實是國民 還有要知道什麼戶籍地址等等 那 那 那 報給內政部的時候 就要依法來審查 而且是有 是有範圍的 譬如說 附證有一個資料 就是叫做 親等的資料 親等 我跟誰是 什麼親等 那個非常嚴 那非常嚴 就是法員不充分的話都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不能去拿 我們最近稍微溝通到什麼 前段時間不是有那個 那個家暴 小孩 小孩子 有時候常常家暴 不是父母 阿姨舅舅 那個時候很複雜 可是要找到他的相關家屬 來給他提供 所以 所以一定要找親等 所以變成 那其實法沒寫得那麼清楚 平常去講法 法有藥 藥可以找 可是沒有寫的 所以就跟 內政部溝通很久 也找法務部幫忙 所以 因為他還是有 公益上的疑義 所以政府這邊其實是 會要求很嚴 那以我自己從前做的健保來講 所有藥健保藥資料 也都要有 也都要法員依據 不是我憑空想 而認為很有道理 就來提供這個 所以第一個一定是看法員 感謝政府幫我們守護各自 那也順著這個來講 就是請問那個龐處長 那個入宿鏡資料也是 我有很興趣 有興趣的議題 因為剛開始是需要健保卡 在的時候才能查 某人入宿鏡資料 可是因為有現場 會故意不戴健保卡 所以我們就開放到 能夠身分證的去查 那因為現在好像比較穩定一點了 是有考慮縮線回來嗎 還是繼續稍微比較鬆一點 對對對 您對這個理由 我瞭解得非常清楚 剛開始的時候是有人 故意不戴健保卡 然後接下來是有些機構 沒有跟健保特約 對對對 那接下來是還有些機構 真的是有特殊性需要 可是他就需要查 例如什麼 例如監獄 你進監所 你知道監所很封閉的環境 進去有個破口 會非常危險 所以就開放給大家來查 基本上這個程度還是以疫情的程度 來做 要來做處理 所以 目前還是會比較寬鬆一點 目前會繼續維持 對 那有沒有可能說 我這樣要求肯定很過分 就是像愛沙尼亞他們 什麼人查資料都會留一個 查資料那個人的記錄 的紀錄 譬如說 我是某醫師 我去查某個身份證字號的入境紀錄 有沒有可能 幫我們留一些紀錄看看 都有LOG 我可以 甚至可以跟你講 你剛剛秀的那個 我們防疫系統 從機場進來 對 到民陣用的 這不是健保的系統 這是另外在寫的 OK 現在都有LOG 所以如果我在診所 查了300筆 怪怪的 500筆你們都知道 是某個人去查 大家都知道 健保有個專長 就是很會查醫師 OK 大家比較放心一點 因為我以前有一個幻想說 會不會有人 無聊去查幾百個 幾千個身份證字號 去查他們的入境紀錄 健保有個很厲害的專長 就是會查兩個病人之間 到底刷卡間隔多少秒 對對對 我常常被查 好 那接下來 我們 因為我們的健保治療庫期 真的還蠻不錯的 就是說 我們會把各個院所的 用藥紀錄 看診紀錄 全部都集中起來 集中起來放 那所以我們醫生 真的也很方便 可以上去看 可是其實中心 缺了一個東西 就是自行同意 像我在愛沙尼亞的話 就是我們醫生 如果要跨院所 調病例的話 病人好像手機 會出現一個同意 按一個同意 我們才能去調治療 所以這個 將來有沒有可能 稍微補強一下 病人自行同意的部分 法規設計上有兩種 一種是 假設 就是設定同意 你不同意的時候 再另外來處理 那基本上 我們現在處理方式 比較像這樣子 如果我不願意 不願意讓人家知道 其實可以射密嗎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知道 可以射密嗎 這是第一道 卡片上可以射密 卡片 晶片上可以射密 因為那個資料 讓你能夠查 後面兩個區域的資料 就可以 就 就把它鎖掉 那這個查詢的方式 就是過去我們 健保有那個Kiosk的機器 可以在上面按就好 後來健保前 沒有什麼行政費用 那Kiosk機器就 沒辦法 沒辦法維護了 沒辦法維護之後 他就要去健保的辦公室 就零貴去辦 基本上是可以辦 這是一個方法 那第二個方法是 比較簡單 就是其實現在醫院 大部分的醫院 診所沒有 診所比較少 醫院的話都是 他是用預先下載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在醫院那邊 醫院事先下載 他也要寫個同意書 所以你不簽同意書也可以 就是沒有 他不能讓你下載 所以有兩張方式來做處理 所以就是說 健保卡可以設聘 然後在醫院的時候 先不要同意他 預先下載的比例就對了 那這邊也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們健保卡 可以設PIN 就跟我們一般的IC卡一樣 可是大家從來沒有設PIN 就對了 所以這也牽扯到為什麼 我們的健保快速會比較複雜 就是說我們還要上網去登記那個密碼 就是說我們現在所有的買口罩 或者是健保快速都是先綁定 先綁定健保卡之後 再另外設一個網路密碼 可是如果其實大家如果假設 大家習慣健保卡有PIN的話 其實就可以跟一般的IC卡一樣 就是輸了PIN以後 就直接做身份認證 可是現在因為大家都不習慣設PIN 所以就是必須要網路登記那個健保卡 不過還是要請教主持人 你用小科醫師的理 你用醫師的理想看 就是說 這個方式對用後安全 是不是真的有幫助 我覺得設PIN是比較好 但是臨床上沒辦法 因為你設PIN 這是R7卡設計本身的問題 你設PIN之後連掛號都不行 所以沒辦法把看病跟那個 甚至 常常情況是這樣 甚至你急診的時候 我就錄倒 我有帶個卡 其實大家知道突然倒下去 其中有個原因 其實跟你用了特別的藥有關係 那如果這個你可以直接幫忙查 其實是救人一命 所以我覺得那個設計是 當然是可以 可以 你的權力上可以去這樣做 可是我們 其實我 其實並不建議去設 這個是 對 我相信 就是說方便 方便跟隱私 我覺得是有時候稍微有一點點對立 我必須要老實講 如果病人都不喜歡我們去查他的病例資料的話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有困擾 那健保其實還有另外一段 你卡查訊息之後 其實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你的資料 其實還要查醫師卡 對不對 還要查醫師卡 其實還有一套機構卡 其實是有幾到兩個問題 所以不是說資料 什麼卡掉了 隨便人一查就可以打 所以還是有讀取前線 對 所以其實我必須老實講 其實在醫生的立場來講 我們是比較贊成 我們可以直接讀到的 但是我也必須要老實講 有些比較特殊疾病的病人 他會不希望會知道 對 那其實就是艾滋病人是最明顯的 他們就不太希望 因為我們醫生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很這麼的 我們在臨床上也不是那麼小心說 每個人都不要碰到血 就是說難免啦 所以有時候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要檢討啦 我們自己要檢討說 我們沒有universal precaution 這樣 所以這個的確是 我們應該也要改進這樣 不過健保艾滋卡本身設計就是 你病鎖起來以後 整個後面都不能做 所以這個它是本身設計的問題 我是覺得說 將來啦 將來也許是可以考慮說 尤其在TRO上面 也許在交換病例 大家都從正式從TRO走到 TRO上面如果也有 自己同意的話 也許到時候可以整個去設計考論這樣子 那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 比較跟治安有關係啦 就是說最近有很多新聞 就是說 台大的病例也被攻擊嘛 然後那個前一陣子 也有一個新聞是說 有人想要去匯諾一個健保資料庫的外包廠商 然後再去攻擊蔡英文總統的病例資料庫 是從健保局的 所以集中化的資料庫當然對我們醫生很方便 但是它也面臨攻擊的風險 所以不曉得在這方面 衛福部這邊有什麼什麼的防範措施 集中式的資料庫 我們看追究它歷史啦 這跟健保發展有關係 就嘛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它我們稱為它是Admitration Data 其實它就是行政資料 你有看病 你做血糖檢查 然後花多少錢 其實它就是這個資料 那後來慢慢增加之後 欸 血糖檢查 那你家知道血糖檢查結果是什麼 所以就 那要照X光 然後說 哇 現在也可以傳X光片 還可以看X光的報告 所以它越來越像臨床的資料 那臨床的資料的時候 大家會講到 那這個是不是電子病例 它其實某方便 電子病例的重要component 其實都在健保資料裡面 可是它又不是那麼完整 因為它對於專業懂的人 它把它拼湊拼湊拼湊起來 可能可以知道百分之八九十的情況 可是遇到不專業的人 其實它只是看到一些 一些數字或是一些什麼 其實是意義並不大 所以我們稱為完整的 完整的電子病例的時候 我們有EMR這個概念 其實衛服部已經推很久 EMR 那現在EMR再推廣下去 跟您的專業有關係 再加上個人資料的時候 特別是有基因定序出來之後 我們叫做PHR Personal Health Record 所以EMR加上個人資料 就是幾乎是 就是PHR 那EMR 做到EMR或是PHR 我們就會知道說 一個國際標準架構叫HOL7 其實我們就應該走 HOL7 HOL7的交換架構 其實在美國做得很經典 其實它就是分散 其實它就是分散 它就是分散室的儲存 有必要的時候 再來做交換 那我們現在衛服部 其實做EMR 其實交換已經 快十年了 將近十年 可是它效率都沒有 健保的效率好 因為健保效率 規定大家一定要做 健保的就是 一生命下的時候 醫院都要傳 然後它那個效率 效率非常高 可是再漲下去 就會有主持人 講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的策略是 我們推EMR 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如果我們可以的話 就把EMR轉成PHR 那EMR轉到PHR 因為它架構是 架構是一個分散室的架構 所以相對上會比較好 可是這個整個大的資訊系統 大的工程 還是要需要很多社會力量推動 那我們現在去朝這個方向 來做努力 分散室的架構 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可能 大家比較不知道 醫療醫生跟健保局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現在 所有的診斷 用藥都會上傳到衛福部 然後所以 但是現在 衛福部鼓勵我們 把LAB的資料 就是你的抽血檢查報告 你的X光報告 跟那個譬如電腦段 比較重要的報告 也上傳上去就對了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 找到這些資料 但它不是一個 完整的病例就對了 所以其實 那個健保快一通 就是某一個MyData的觀念 如果大家想要上去看 你們有哪些資料 在健保局的話 就是可以安裝這APP 這樣 那 感謝兩位長官給我們的 資訊 那想要請教劉醫師 就是 針對你第一線的狀況 就你的了解 因為 根據疾病傳染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 其實有很多的 我們有很多醫療資料 那這些醫療資料 其實也蠻重要 那這些醫療資料 大概是怎麼處理的 放在哪邊這樣子 其實是有67種的一個法定傳染病 那所以這些資料其實就是 可以根據不同的疾病 它的需要 有不同程度的一個 疫情調查的一些問題 然後跟蒐集的程度 那在醫療教 就是我們季節性流行的疾病 然後比如像是等格熱等等 它會有一個比較 相對完整的一個就是問卷系統 來蒐集這個比較詳細的醫療資料 那當然就是在地方政府 也都有他們自己的 就是定義的一個就是 需要醫療的一個格式 所以在這邊有中央的一個資料庫 那也有地方自己之間的系統 那我們通常就是在這個 正確的話 會希望說那OK 減少重工的情況下 請他們用交換的方式 將地方調查資料交換上來 就是不用再重新再登打 那像是在那個就是 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 這個情況就是 因為它是比較特殊 因為它是主要是 到年初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說 這個疾病的一個整個全貌 而且是慢慢慢慢 對它越來越了解 但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把它當作是一個SARS 那但是因為很快知道 就是我們需要立刻 進行相關的一些準備 所以其實是沒有辦法說 在一個很短時間內 就是去做出一個就是很適用於 就是一個可以用很久的一個表單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的方式是使用 是紙本問卷的方式去做一個紀錄 那剛才前面講的就是這個 不管是資料庫或是紙本問卷 那基本上就是會根據就是使用者的權限 然後去分流它的一個就是 可以使用的一個 就可以看得到的資訊範圍 那假如是紙本的話 那基本上是 目前是使用就是要認證 就是使用者的一個帳號方式 那我們是共用在一個 就是share phone的 內網的一個share phone的一個 就是一個專區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主要是 我們會避免減少各自的暴露 那所以就是在這個一定要單上面的話 那僅留下一些就是那種基本的年齡 那另外 關於這個是性別ID的話 我們會另外就是用另外的方式去存放 然後不放在一定要單上面 然後上面頂多留一個就是電腦單號 作為一個識別 那另外就是假如說要做一個 就是疫調之調的交換 那或是說這些情報交換 像是我們 其實我們台灣在最早一個故事 就是說我們幫法國找出第一個本土感染 就是那時候是我們的一個第四例 他是一個就是在武漢當導遊的一個台 那就是台灣人 那時候就是他帶了一團 大陸團去從武漢到義大利到法國 那就是我們就是因為就是透過這個病人 其實病人我們台灣人真的很可愛 就是他非常的詳細地告訴我們 就是所有當時發生的人士弟遇到誰 甚至他就說最後他帶了兩個團員 一對母女一開始就有症狀 但是一開始並沒有被診斷 因為其實大家對一開始認為說 武漢病院長就是一定要像SARS一樣 一定要肺炎 可能會死掉的樣子 那就是他就像感冒一樣 那所以我們就是將這個情報給法國之後 那就是就發現說法國有一個醫師去看了他 但是那時候其實因為在西方當時是覺得這種 不應該戴口罩 這戴口罩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新聞 所以他那就是我們跟他講說 然後因為我們跟他講說這個 這個情況再從我們台灣角度來覺得 這是一個很高峰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他們也去實際上去幫這個法國醫師做採檢 所以就是實際上後來發現他就是確診 所以這是在歐洲算是少數幾個 最前面的本土傳染 就是第一個是在德國 第二個是在法國 那所以這個資料交換當然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我們一樣是有一個就是 它的一些相對應的一些安全 所以在那個就是所有的那個就是各自 包括這些形成的交換上面 那我們都是用一些加密的 不管是就算是PDF檔或是WordExcel檔 都是會用一個就是一定程度的一個密碼去做一個保護 那另外就是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在基本上就是我們盡可能是將這個資訊 能夠最清楚的去呈現 但是也能夠做最可能的一些保護 所以我們我們的仔細的疫調的偵探 不但保護了我們也保護了法國 很感謝劉醫師第一線的情報 所以你說其實大部分還是紙本就對了 因為那個COVID-19比較急 所以大部分還是紙本這樣 對 就是COVID-19 那就是目前的那個所有的疫調當然就是用沃爾打的 那個沃爾黨打 然後當然這個資料可能會來自於各個不同的系統 那尤其在這次因為很急的情況下 然後在我們的觀念 在一開始認為就是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跟SARS一樣的疾病來看待 所以在這邊有跟以往一些不一樣的疫情人病調查方式 那尤其是在追溯者追蹤這個調查的部分 那這方面就非常謝謝就是 檢處跟龐處這邊就 盡了非常大的幫忙去做很多的那個跟跨機關的資料串聯 那因為你想想看 就是說我們通常要做一個接觸者追蹤的時候 那第一個是你要找到人嘛 那你要怎麼找得到人 你不可能說我今天看到一個身份證 我就可以找到這個人 那我可以你只要說 OK 好 那就是我的身份證 好 那我可以得到地址 但你不可能說 假如說一台飛機上面有幾百個人的時候 那你全部就是去 我去發個Mail 或是會去寄個信之後請他回覆 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其實就是也就是透過這整個 就是Pubway合作 那這個也是跟電信業者合作 所以就是有就是透過交換的方式 可以得到這些個案的一些 就是這些手機的盡可能聯絡方式 那也是希望說能夠在最短的時間 聯絡到這些接觸者 然後就是就是拿去看說 他們是需要做一個就是居家隔離檢疫 然後就是需不需要採檢 療症狀的話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跟以往不一樣的事情 那但是這個方面可能就是 就是大家可能就會有一些concent說 那這個過程當中是不是有可能一些風險 那所以但是這個是不是很像 就是我們這盡可能是說 在最保護的情況下 然後就是用最少人能夠有權限的方式 去使用這個資料的情況下面 去進行這個資料的方式 一個串點一個流通 大概就是這樣子 因為就是說難免大家追得到的話 就是可以直接送身份證治好 從那個contact history去追 可是但這次COVID-19就是說 有時候真的找不到了 那什麼樣的狀況下 我們會整個去公開懷疑這些人的足跡 就是這個我覺得大家也蠻有興趣知道的 好 那那個就是基本上就是 我們在那個是不是要公佈這個熟悉機的 那最大考量是說 第一個是公眾健康安全跟個人隱私上面的一個拔河 那假如當然我們就發現說 那這個疫情譬如說 我們那時候有做過兩次比較大的動作 是一個是在鑽石公主號 一個是在磐石劍的那個就是這些官兵 那主要是說它第一個是人數夠多 那多到說那就是第一個是 假如是公衛生人員要去查 可能一個月才有辦法去找到那些人 因為你可以想像當作譬如說 那那個就是我那個就是一個鑽石公主號 那下來就是幾百個人 那幾百個人裡面 當時我們不知道說 這裡面這個我們知道說 日本那時候已經有確診大概十幾個人 是有一個就是武漢肺炎 那但是我不確定說這個 到底這些人是誰有下船沒有下船 那我們就知道說OK 那這個疾病已經 他的船已經走了 那這個我們只能掌握到說 這些下船旅客的時候 當時他可能是有去參加旅行社 或是參加計程車 那所以我們就是透過這種方式 就是先聯絡旅行社 然後知道他們行程 然後跟就是利用這個所謂的 現場的那個就是監視器攝影機 去找到說這個計程車的車號 然後跟那個計程車司機去確認說 OK那你載著這些旅客 到底去去哪些景點 那這樣子方式之後呢 當然我們不太可能說就是 掌握這個很精確的知道說這些 他們去過哪些地方 那這種情況下呢 那就是我們就透過兩種方式 一個是就是細胞廣播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利用這種 所謂的就是簡訊的方式 那這個簡訊方式當然就是 大家都知道就是 透過說你手機機台 手機機台這個時間點 譬如我在這個時間 有這個鑽石公主號的旅客 下船經過的這個訊號 或是說這個計程車 有經過的訊號等等 那在這個時間點 那在這個時間點 你可能是剛好在這個 跟這個機台 在這個附近的話 那就會被通知到 那細胞廣播的技術就是 那時候我們是針對 整個縣市去發佈 那所以當然一開始 會這樣子發的原因是說 我們當時對這個疾病的了解 還是挺如說 它是非常像SARS 因為其實最好的指導 都是來自於中國 然後它的一開始的支持率 是非常的高 但是後面比較清楚之後 所以我們在下一次的那個 就是磐石艦隊的時候 那時候並不是就是 並不是使用細胞廣播 而是使用這個 所謂的簡訊 GD台簡訊 就是去比較清楚 去知道說 它是不是在這個 這個時間點 跟這個的確定病例 有一個就是 使用到同樣一個 GD台的情況 那當然更好的做法是說 就是 是用一個藍牙的方式 但是它也有缺點 那這藍牙的方式就是 有些國家是用一個 就是 像新加坡是用一個 就是 強制你說要去上一個APP 那這個藍牙一定要打開 那這個方式就是 就是 存的東西都是一個 就是政府可以 就是製造說 這個密碼的一個個資 那 但是 比較好方式就是用 Google跟Apple的方式 就是利用這種比較 就是 替代ID的方式去儲存 然後使用者自願去 去那個 開啟藍牙 然後就是 接受這個就是說 你是不是有跟 這個手機接觸的一個資訊 那當然這個有缺點 就是說 那你腳藍牙關起來的話 那就是有 可能就是沒有辦法被通知到 這樣子 所以我大概 就是如果有共用機器台 就會傳 對那個人傳簡訊這樣子 對 但是 這個就是 集團簡訊不用錢 但是 集團簡訊就是 還蠻燒錢的 就是一次就是殺掉 就是幾十萬 OK OK 然後 集團 記憶台傳簡訊的話 就是 有一般人 不曉得方式比較辛苦 就會覺得這個 比較有點 侵犯隱私 一點點 然後 但是我也要補充一下 就是藍牙這個方法 有問題是 你要很多人做夠的人裝 好像有 有數字包括要七八十percent的人裝 才有效 所以這個在台灣大概 有點困難這樣 那最後最後就是 再請my data學人 就是說我們剛剛聽到 長官跟地線醫師這樣 你覺得我們個人 有沒有什麼資料可以 拜託政府再給我們的 也許是跟你們my log 也許可以搭配或什麼的 不知道你的看法 嗯 對 就是 其實我覺得剛剛 就是聽那個龐處長來講的時候 我一直在心裡偷偷的記筆記 就是 因為就是像剛剛龐處長提到的 原來健保卡有分三區 就是一般資料 醫療資料跟公共衛生資料 那我覺得這可能是一般人 所不知道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比起剛剛提到的問題說 我們會希望就是政府 再多給提供民眾一些什麼資料 我覺得比起這個我們可以先從 那現在政府呢 擁有我的哪些資料開始 因為這個其實也是my data想要倡議的議題 就是其實my data是歐洲的 我們是來自歐洲的一個非營利性組織 那其實歐洲現在也非常的在倡議 個人要對於自己資料有一些awareness 你要對於自己的資料有控制權 掌控權 就是他其實推倡的不是說政府都不可以用我的資料 比較是我想要知道政府用了我哪些資料 然後又提供給我怎樣的服務 對所以我覺得其實也許可以就是會建議就是可能像龐處長 或者檢處長可以先就是也許會主辦一些做談會 或是做一些網頁教學 就是先讓大家知道透過健保卡我可以得到什麼資料 然後我可以知道我的哪些資料 以及這些資料可能會被用在哪些的service上 然後提供給我一般人就是更好的一些醫療環境 或更好的醫療資源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就是我還蠻希望可以有這樣子的資訊的 因為其實在之前的防疫過程當中 我自己也去下載那個健保快一通 對就是有點慚愧就是之前都沒有下載 因為買口罩才開始下載 那下載之後其實我自己有去看一些就是可以查到我的一些就診紀錄 像剛剛提到可能有一些檢驗數據其實也都可以查到 其實我個人覺得這些資料還蠻好的 因為有時候大家可能會去看醫生 那看醫生也許你會順便做一些檢查 就是假設我可能順便驗了血糖 或是我今天去做了一個健康檢查 那如果這些資料就是假設如果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我透過健保就可以知道這些資料 那其實他也可以幫助個人去做一些健康的控管 對 我補充一下 如果要知道政府擁有我們個人哪些資料 其實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有規定 我們要整就是各部位要整理說你有哪些資料哪些欄位 其實有規定 但是不是每個部位都做得很好 然後尤其電方政府幾乎都沒有做 我補充一下 那關於隱私部分有沒有覺得我們哪邊 就是國家哪邊要注意加強的 我就是覺得也許可以做一些就是網站啊就是宣導 因為像前陣子就是大概前兩個月吧 國發會有建議一個買data的平台 對跟我們同名 但是我們就是 對沒有關係 官方的買data網站 但是其實就是看到那個國發會網站的時候 我其實也覺得還蠻好 就像剛剛李醫師提到的就是 其實政府有開始的在做這些事情 就是不是說就是像過去一樣 就是一昧的把資料藏起來 那政府其實已經開始在教育民眾告訴民眾說 欸我擁有你這些資料喔 然後你歡迎大家來下載你自己的資料 把自己的資料拿回去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對那實力無說對於像是一些我覺得健保卡 因為現在經過COVID-19大家已經開始會有點驚訝 就是喔原來健保卡可以拿到我這麼多資料 那我覺得就是其實去避免這些一般人的恐慌的話 也許可以做一些宣導的網頁或是網站 然後先跟大家說欸那健保卡可以怎麼使用 可以有什麼價值服務 可以拿到什麼資料 那很感謝四位與會者 不知道現場朋友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趁這個機會 來問四位與會者 如果沒有的話 也許大家私底下不要放過這個機會 趕快再衝來台前問兩位三位長官這樣子 那謝謝各位 我們請各位再掌聲鼓勵 跟我們四位與會者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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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